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 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急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 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赐给他们讲解 说 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 浑游向外 看见异象 有一雾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记着四脚从天坠下 直来到我跟前 我定睛观看 剑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 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 彼得 起来 宰了吃 我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俗而不洁净的物 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 第二次 有声音从天上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 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当那时 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 是从凯撒利亚拆来见我的 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 不要疑惑 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 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 那人就告诉我们 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 说 你打发人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有话告诉你 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神竟然给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给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 能拦阻神呢 众人听见这话 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与神 说 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 遭患难四散的门徒 只走到肥尼基 和塞普路斯并安提阿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塞普路斯和古利奈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 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 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 走到安提阿为止 他到了那里 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 劝勉勉众人 立定心智 恒久靠主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于是 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 找着了 就带他到安提阿去 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 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起手 当那些日子 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那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 站起来 借着圣灵指明 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事到格老丢年间 果然有了 于是 门徒定义照 个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公给 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相 托巴拿巴和扫罗 送到众长老那里 这事到来 不得了 众长老那里 请站起来 托巴拿巴和扫罗 你 那